大家好,港股周末分析 騰訊700,重要支持位在268.27元 如何計算出來呢?一會和大家說 就提一提,今個星期的Youtube頻道 有個投票站,好像過去的逢星期五開始 逢星期五十二點至星期日的十二點 上個星期大家選出騰訊 我會和大家重點分析 騰訊人間短期、中期、長期的形勢 今個星期投票給了五隻 就是匯控、港交所和上個星期 你不喜歡我給你五隻 在留言中最多人最先有人想我說 就是禁封李業 跟著有中國電力和名創優品的 暫時的票數,嘩!一連倒 是港交所62% 暫時,大家繼續投票 先看看我重點監察那12個環球指數 標短期,上個星期是日經 恒生指數、國企指數排頭三位 今個星期,深淨成分指數排在第一 內地科技股 然後恒指科技指數排第二 又是科技股,第三是紅籌指數 第四是國企指數 已在台勢頭,跟著是上證進入指數 即是內地股市,港股超短期 是跑贏了外國的股市的 短期呢,日經、恒指、國企 上個星期,今個星期 是科技股上升,國企和紅籌指數 中期,上個星期是日經、倫敦和恒生指數 今個星期,科技也是國企和恒生指數 如果你沒有慘亡的話 過去的一、兩個三個交易 我和你提出了兩個 就是科技股和國企股 中期,日經、納斯達綜合指數 倫敦富士100指數 還有一隻,第四 就是標準普500指數 今個星期,日經科技指數上升 國企指數、恒生指數 你只看見科技股跌 你就不察覺它的轉強勢 這樣我就很清楚告訴你 是相對強勢上升 相對強勢的意思是 可能12個指數全部暴跌 跌得相對地少 看看超長期 日經、納斯達綜合指數 標準普2500指數 倫敦富士指數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即是日本、英國和美國 今個星期是超長期 日經、納斯達綜合指數 標準普2500指數 恒生科技指數上升 第四位 又升到倫敦富士指數 很清楚是吧? 昨日收市的時候 騰訊的走勢 一開始見低位287元 然後反覆回升 最高見過294.6元 收市前 應該說不是收市前 應該說是 五市中段 末段回軟 最後收292.8元 比家庭平均價的291.46% 一是高的 它這個股份的歷史波幅 二十天年度的歷史波幅 是26.409厘 是比恒生指數的22厘 略高一點 風險不算大 斩賣股份 最近兩日交易的新聞 主要有兩宗 第一宗 就是NASPLUS 將9600萬股的騰訊 傳入了Zikas 即是說 根據我們常理的推測 它就應該是 部署減持的機會大了 這是第一個 對騰訊有少少不利的消息 轉入了Zikas 轉入了高盛的證券商 就是為了減持做準備 大家留意高盛 在之後的一個表現 騰訊牌下的表現 另外 詳情大家自己看 還有一宗 就是它旗下的 騰訊雲和智慧產業事業群 據報今年起 以減規作為利用指標 即不是說要賺多少 希望只是虧少一點 為什麼 資金流向 昨天錄得資金正主動買入的年 結束了連續三個星期 資金正主動賣出 金額是32300萬 佔成交今晚不少 超過5% 達到6.74% 整體主動買股比率 顯示買家比股家的入市進取程度 顯著低 但不至於配合升勢 但超級大火 71比21 29的主動買股比率 顯示極度配合上升勢頭 超級大火 超級大火 好對版 特大火 普通大火 特別是普通大火 職業炒家 即中火 主要包括職業炒家 一半 你看看藍色那條 藍色那條 就是普通大火 直接2點之後 加強訂貨的活動 所以主動賣股比率 只有3.57 當然是完全配合上升勢頭 還有賣股金額比率 略為回升至4.486% 佔總成交金額 表示有職業炒家 增強部署看淡後市 騰訊短期後市 成交分析 看標準資料對盤 如果我們只看超級大火 加上特大火 即500萬以上交投 單中金額達到 有98宗 加權平均價291.65 主動賣股比率 58.42 就叫做配合上升勢頭 未算顯著配合 是配合 也是不錯的 還有就是 頭10位 托著股份 看一看 主要是 高盛亞洲 JP Morgan 托著291.65 押著有三間 主力是Morgan Stanley 和中信里岳 然後是富途證券 大和資本 市場 都是押著291.65 291.65 就是昨天的即市 很大分數量 就是 行信 看陰陽足 日線圖 日線圖 上面 就看到五天平均線 低於二十天 二十天低於五十天 全面利淡 不過這樣 這個股票 很明顯 昨天是連續第二支陽足 連續第二支陽足 回升 這樣就是 回到五天平均線上面 而五天平均線 就是略為轉升 這是一個好現象 你用眼看也知道 收市位是高於星期三 收市位的開市位 這樣看法 這是一個挺好的形態 轉好或者轉強的形態 還有加上成交 前日繼續低 成交熟 昨天顯著回升 成交增加分 不過可惜 就不夠 星期三 那麼多 或者星期二 最好就多於星期二 這樣就好了 因為星期二 見了一個低位 二百 八十個搖六 之後 就不肯再下 成為一個高低腳 這個就是日線圖 你看小日線圖 高低腳可以是 A B C C等於A 的長度 或者1 2 3 4 5 3等於1 1.6 18倍 甚至更多 這樣看 是否這樣 最重要是回到這個位置 這樣我們再看看 所謂回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和大家看看 這個位置 是多少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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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金 個月4日 低位 295.4 295.4 這個位置 是重要的 然後 然後 我們再看 296.4 嗯 咦 我少許看錯 現在好像看不到 292.4 295.4 295.4 我想補充 看這個 這支 陰竹 的開市 是292.4 那 昨日收市 這個 楊竹的收市 是292.8 是高過少許的 沒錯 高過少許的 沒有看錯 就看完這個之後 我們再看 OBV OBV 跟股價一樣 在低位上 反覆上回升 我加了一個相截 附助分析指標 DMI 因為ADX低於20 所以沒有特別大的參考價值 這個就這樣看 再看 5個最高技術分析指標 1 2 3 4 5 個之中 STC%K 剛剛回到%D上面 而MACD 還有支援有待 發出紅銀牌訊號 只有一個指標 短期形勢 暫時是香淡的 然後 短線要多看一張圖 這張圖 看起來很早複雜 有這麼多條線 我告訴你 我怎麼畫 第一條線 很簡單 我們就把 這一點 低位 是多少呢 這個低位 就是在 9月28日的低位 296.4 10月24日的低位 282.6 拉一條直線 就是一條下降 軌 支持 如果跌穿了 290 200 如果跌穿了 282.6 才有機會使這條線 另外兩條 下面的支持 很接近 是否很接近 是否很接近 很接近 上面三連阻力線 也很接近 怎麼畫出來呢 先說第一個平衡通道 第一個平衡通道 第一個平衡通道 我的畫法 就是用這個高位 7月31日高位 363.2 以及這個高位 10月12日高位 317.2 由這條線 推到最遠的位置 平衡通道 平衡通道 最遠的一點 就是在8月22日低位 314日線 就是一條下降通道 限制股價的上升 和下跌空間 這條下降通道 另外 我們再把這點和這點 拉一條線 這點和這點 推上去 其實剛才我說的 我問這條下降軌 可以再推一條線上去 推上去 這個位置 有另一個下降通道 所以那個不僅是下降軌 其實是下降通道 這個高位 就是317.2 剛才說了 這一點 這一點和這一點 形成的 另外就到 有一點複雜 我先看清楚 1點 下面可以拉一條 拉這條 接著 就是這一點 這個低位 就是296.4 和這個低位 282.6 亦都要推上去 最遠的那點 都是回回去 這個高位 317.2 又一條下降通道 這麼煩的? 不用理會 大距的兩個位 短期的上落空間 講完短期的細節 我們講中期 中期平均線 5週平均線 低於20週平均線 20週平均線 低於50週平均線 接著 股價在下面 就全面來淡 成交 今個星期 和上個星期 差不多 有一個反彈 有支 短身軀的陽足 但並沒有出現 一個曙光出現利好轉量的形態 所以中期都是一般 OBV 繼續賠償股價向下沉底 輔助分析指標 DMI 亦都同一個理由 和日線同樣 沒有特別參考價值 再看 5月9個技術分析指標 1、2、3、4、5 有誰轉好了? RSI 還未過到五週平均線 所以全面 全部都是利淡 中期人勢 顯著向淡 短期向淡 中期顯著向淡 再看 這個位置 簡單 大家可以看到 如何計算 簡單 就是這點 這點 這點 即是 和大家讀一讀 如果你由這一點 先看這點 先看這點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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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月27日結束的星期 4番14.2 拉一條線 去到這個高位 這裡 放過給大家看 就是 8月4日結束的星期 高位 363元 有一條阻力線 很明顯 另外 另外一條 是怎麼畫的呢? 過了 就是 去到這個高位 很遠 畫來的 2月19日高位 是2021年 2月19日結束的星期 高位 即2月 2021年 2月中巡 高位 738.37 拉下來 拉到這個 4番14.2 剛才說過 就有這條線 這條線 曾經穿過 跌下來 再穿 再跌下來 再穿 這次下 試一次 彈上去 兩次 三次 四次 都穿不到 這條線 會不會是支持它 或者是 一個跡象在醞釀 再上升 有可能的 大家不要 輕時都可能上升 當然 你說再下跌 就越來越低 這條線拉低 所以是不利的地方 知道它是想上升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正式上升 因為都等了很多個星期 最後 月線圖 月線圖上面 平均線整個分目形勢 5月平均線 還是在20月平均線上面 不肯跌穿 50月平均線在上面 就明顯掉頭下跌 即是說 股價雖然是低於13分線 只要它回到這兩條線上面 有機會整固 等機會向上衝 不過 暫時的形勢就不太好 今個月 還有兩個交易 看來都應該多於上個月 掛的成交 不可惜 是連跌三個月 第三支陰竹 如果今個月變回陽竹 那就漂亮了 有沒有本事 只剩下六個交易 笨水尿 接著就輪到 OBV 沒什麼特別 即是賠同股價整股 DMI輔助分析指標 今次AD高的28 正DI 是略高的-DI 其實買家和股價實力差不多 沒什麼特別啟示 就是輕微偏好 再看五個足技術分析指標 SAR是好的 其他呢 RSI %K 就遣守在%D上面 都是好的 MACD Difference 遣守在零線上面 都是好的 三好兩口 勉強來說是偏好的 長期形勢 是偏好的 但只要我剛才說的三好 那三個好 SAR就比較難 即STC MACD或MACD轉淡 就會變成偏淡 10次向淡 如果兩個都轉淡 這兩個 這就是五個足技術分析指標 最後要說的 剛才我不是畫一條很... 剛才那條線 哪個下來的 是738多 我記得 738.37 周線圖 拉條線 這條一樣 但在月線圖上 又是剛才的道理 貼住這條 試一下給它支持 反而我要看的 就是 如果你假設 這個升浪 一早就完結了 這樣很大機會 是事實 就是由 這裏是去年的 10月低位 178.07元 這裏 升到上去 這個位 這個位 是 今年的1月高位 4142元 關鍵看一個數 0.382倍 0.5倍 都不再看了 因為已經到了 是看這個位 268.27元 這麼熟 268.27元 標題就說了 這個重要關口 為什麼重要呢 是0.618倍 能力跌幅目標 就算是股價 再跌多個月 甚至兩個月 去到這裏附近 接著跌回上去 投升 都沒有問題 但如果 第三月之後 在這個268.27元 268.27元 的樓下 無法回上去 長期後市 真的不容樂觀 甚至乎 作較懷的打算 真的跌到去 178.07元 一中 長期仲的支潮在前面 都是不出奇的 當然 暫時的投資氣候 又不是差到這樣的 這段的投資性分析 我們講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